他身边的几名隆历县的刑警 直接转身 低头找水 劝都没劝 侯乐家使劲地骂了一分钟的娘 江远这时候倒是对侯乐家有点刮目相看 方言说得很好啊 特别纯正 骂娘的节奏也很好 骂的也有特色 无重复 这要是放在江村老家 就是妥妥的山歌王子的胚子 LV3水平的脏话王 在江村 也是受人欢迎的老北鼻呢 看侯乐家的外形也不错 脸有点老 但老北鼻麻不挑这个 有点黑也没关系 但个头还不错 在老年群体中是有优势的 只不过 骂娘的水平再高 对破案也没什么用 说不定 就是破案没什么用 才练出了高水平的脏话 江远知道侯乐家愤怒的原因 李伟斌如果咬住不交代那小女孩刘依依的下落 通过警方的常规调查 是很难找到人的 最重要的是 很难在限定的时间里 找到活着的刘依依 最怕的是李伟斌将刘依依杀死处理了 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也可以解释李伟斌为什么咬紧牙关不交代小女孩的下落 这种情况的劫法也是有的 就告诉他 入室是加重情结 绑架又童也是 告诉他死定了 说不定反而说出来了 因为审讯两个案子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有的死刑犯为了拖延死刑的执行 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磨信息给检察院 但如果小姑娘还活着 比如是被弃于路边的 或者迈出去了 告诉李伟斌 他死定了 很可能就激起逆反心理了 一来二去的 等号到李伟斌的情绪过去了 再问到地方 很可能也就找不回来了 龙立县有特别擅长审讯的警察吗 江远低声问王中 王中看眼猴乐家 道 他们要是有能人 猴对至于骂成这样吗 江远理解了 又忍不住道 龙立县真是啥都没有啊 我们驻台县也是啥都没有啊 哦 现在有您了 以前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等着上级之缘拜 王中说得很自然 总有能人吧 留下的都是有原因的 有机会的都走了 王中看看江远 又道 您知道市场上有指纹公司吧 知道 两人所说的指纹公司 是收费做指纹的公司 他们接受警局的外包任务 以不同的收费模式来做指纹比对的生意 不管中间采用什么结构 指纹公司本质上就是很简指纹的公司化 理论上 做得越好 完成的指纹比对越多越难 就应该赚越多的钱 且不说具体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警务系统内的指纹专家 要是愿意去指纹公司任职 赚的肯定要比工资高得多 王中接着道 就算不奔着钱去 有本事的 也愿意去大城市的 咱们县城里面 考工的时候是热是冷 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也是 江源点点头 又道 但我是江村人来着 我不是那 王中叹口气 江源拍拍王中的肩膀 道 回头给你介绍个对象 王中顿时不困了 侯乐家骂够了 问 抓李伟斌的时候 他身边有多少钱 万把块吧 我问下 下属掏出手机 没区别 不用问了 侯乐家皱着眉 念叨道 万把块说明不了问题啊 卖人或者不卖 都有可能是这么多钱 像李伟斌这种情况 肯定不会对接到终端用户 那他卖孩子给人犯 肯定要被杀价 遇到狠一点的 杀到一两万块钱都有可能 因此 李伟斌身上的钱如果比较多 可以认为是卖孩子卖了个好价钱 但只有一万多块 就有可能是他自己剩下的钱 或者这次入室抢劫获得的收入 受害人丢失的物品中有金手镯在内的一些饰品 减金银丝软卖一卖 应该也能卖出一万多块钱来 是老蛇在神吗? 侯乐家说的是自家附队 和黄强明类似 侯乐家也不是那种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做的刑警大队长 同时 他们也都是那种将附队当大号侦查员用的刑警大队长 下属说了声势 又主动去了解情况 好一会儿 这位才紧锁着眉头回来 怎么了? 侯乐家先问 他说是卖掉了 小孩子 侯乐家先是心一紧 又放松了一些 总比死掉了好 现在至少还能继续找下去 侯乐家立即问 卖给谁了? 在哪里卖的 他不肯说 为什么不肯说 卖给亲戚了 侯乐家旋即否定道 卖给亲戚也没必要藏着 都到这份上了 他是有什么要求? 对我们是没要求的 但听他的意思 李伟斌好像更在乎名声问题 侯乐家不解 什么名声? 道上的 名声 江湖道义 下属其实也很不解 他只是传话的 侯乐家就直翻眼皮子了 这是什么鬼想法 但就算是侯乐家也知道 你不能对一名以入室盗窃为生的家伙 给予太多的期待 即使是一个脑子正常的人 到了面临死刑或者死亡的时候 想法也会变得非常偏激的 但是 现在这个年代 道上的名声又是什么东西? 老蛇就这么跟他聊的 侯乐家浑身难受 来回咕噜话呢 这边也很是难受 江远拉了王中一把 默默退出会议室 帮不上忙吗? 王中看江远 其实是有一层光环的 在他看来 江远是真的能够完成 常人无法完成的侦破工作的 江远此时却是摇摇头 转而道 咱们还是去看影像 侯乐家的性格强势 他留在会议室里 也掺和不上什么 当然 要是侯乐家愿意放权 让江远指挥 他也是能够有些办法的 但这种要求其实强人所难了 做刑警大队长的 一格格都恨不得指挥全局呢 没有谁会轻易放权的 隆历县的其他刑警们 也不见得就听江远的 最后还得是二次转述 影像办公室 小苗正坐在位置上忙活着 见到江远 立即露出笑容来 将法医 昨天休息的好不好 还行吧 打呼的人稍微有点多了 别的都好 身为法医 江远对于气味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 解剖是都能睡 脚臭算什么 王忠可可两声 道 苗警官好 你好 小苗应了 又看向江远 道 江法医要用电脑吗 恩 我想看看李伟斌之前的案子 江远道 那还是用我的吧 小苗说过 让出位置来 又奇怪的道 不是听说抓到人了吗 言下之意 前面的案子其实是不用看的 旁人以为做图真的 只是拍拍电脑 像是看电影似的 找出几个图像就可以了 只有做影像的自己知道 要找到一个案子的证据 过程繁琐且不说 真正能用作证据影像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江远将之前的视频拉出来 凭着记忆 找到李伟斌推着自行车或电动车出来的图像 再一一取图 接着 还是做图像增强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做的以物件为主 一张张的照片做下来 电脑主机吼的嗓子都哑了 小苗也奇怪的道 这些丢失的物品的照片 从施主那边要一下 应该也能要到吧 至少要到一部分 你的证明这些就是李伟斌偷的 虽然同时发生入室盗窃的情况比较少 但背不住有概率 再者 万一施主胡乱给照片怎么办 江远插着腰等电脑反应过来 小苗不解道 怎么会胡乱给照片 他们不想把车找回来了 王中在这方面有天赋 猜测着道 也许车主买了个八千的自行车 怕老婆打 就报账八百 结果现在丢了 警察找上门来 他老婆让他把车型和图片发过来 他估计都不敢发真图了 小苗于是也理解了 江远道 以防万一 这边要让大家根据图片找物品 至少得把图片给确定了 你想让大家去找帮李伟斌销赃的人 小苗明白过来 江远点点头 李伟斌如果是把小女孩卖掉了 要么是这个帮他销赃的人买去了 要么他也是认识的 或者知道的 总之 抓他没错 抓得到吗 之前都没抓到 江远和王中都笑了 王中道 以前抓不到是因为盗窃案抓不到 凶杀案了 哪里还有抓不到的 李伟斌还说什么道上的名声 这人要是知道李伟斌把自己牵进命案了 估计吃了他的心都有 但董祝 他的事 年十一年 那个 物